但皮膚科醫師就警告了 洗衣機通常沒有殺菌的功能 最後半年就要太患 否則可能會得到皮膚炎 或是遭到黴菌濕疹的感染 在挑選上也建議 以素面淺色的為主 可以減少化學物質的接觸 大賣場各式各樣的內褲 三角四角圖案文字純白櫻花都有 大家一條內褲都穿多久 大概半年一年吧 一段時間它會鬆掉 洗衣機通常沒有殺菌的功能 洗衣精也能完全殺菌 氣候潮濕容易滋生黴菌 醫師建議內褲半年就要太患 這些物在皮膚上 或在這個所謂醫褲上的話 會讓我們產生皮膚炎 濕症 黴菌感染 甚至有會因部的感染 清潔內褲時也要特別注意 因為內褲常有分泌物跟細菌 醫師建議可以用漂白水 稀釋1比1000浸泡 漂白水有力清除 之後再拿去洗衣機清洗 這樣會更乾淨 還能延長使用壽命 在購買時挑選上也有訣竅 最好是顏色不要太複雜 盡量不要有很多的花色 另外一個盡量 它的所謂的質料要好 要加免質能吸汗 挑選內褲用對方法 可以減少化學物質的接觸 但也別忘了半年 就要太患的原則 以免造成皮膚感染 記者李琴王一仲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